《十道歐巴》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十道歐巴》 第一個當然就是 今年很紅的孔劉 對 而且最近才剛來台灣 哎呀 你看 哎呀 好可愛喔 你真的好 你根本沒想看我 你看一起看 你有沒有看鬼怪 你不了解這個鬼怪是這個魔力 我跟你講 你看 他好可愛 不是 你擦太遠 你這樣子虛也沒辦法 你這樣子虛也沒辦法 你這樣子虛也擦太遠 這個你會覺得說 哎 你怎麼了 最近叫我不要說話嗎 不准說話 而且你知道嗎 所有的孔太太們 她最近剪頭髮了 真的 她改頭換面 不是 因為我 因為IG 如果 你不知道我跟她有交換line嗎 她的那個 你知道她的IG IG 如果你如果 收那個GongYu 她就會有很多 她就是粉絲幫她拍的什麼什麼 一些影片 然後她最近出席一個什麼什麼 她頭髮剪了就變得更帥 就很可愛 有點像個蘑菇頭這樣 所以麥當勞頭像已經out了 現在是那個蘑菇頭 好可愛 就是這樣蓋下來的一個蓋子頭 好可愛喔 好啦 那個 OK 好來 我們再來看還有哪一些 這個十大女神啊 周子瑜 金高恩 宋慧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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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慧喬永遠在我的女神 真的耶 她為什麼可以這麼美 而且她為什麼可以這麼天然 她真的是天然 因為畢竟你知道 榜上有很多不天然的 沒有啦 金高恩也很天然啦 對 金高恩也很天然啦 金高恩也很天然啦 應該也蠻天然的吧 我們要跟你們討論誰不天然 我只是說榜上可能有一些不天然 前三名都蠻天然的 全志賢也很天然啦 對 全志賢也很天然 那你告訴我誰不天然 沒有 都沒有 她們都是天生美女神 她們才可以當 可是我覺得 聖志賢也好天然 哦 對 對 因為她們都很天然 金太希懷孕了 哦 對 對 你知道嗎 新婚就懷孕 恭喜她 而且她老公 對呀 大家要天菜耶 精力旺盛 只能這樣講 這麼忙還可以馬上懷孕 把握時間 好好的把握 黃金期就是新婚 大家如果想懷孕 黃金期就是新婚當下 因為過了新婚之後 就像我們那種老夫老妻 這不是那麼 你知道 沒有了 就沒有那麼精力旺盛了 不是 老夫老妻 你們都會討論別人的老公啊 你們都會討論孔劉啊 討論Rain啊 這些別人的 對 我們需要一些 不一樣的畫面來輔助我們 這樣子幸福地走下去 YAHO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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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